欢迎回到全球大搜集 到日本的东京旅游 绝对不能错过 色谷的最高观景台 45层楼高的户外展望空间 可以360度俯瞰东京美景 还能够站在玻璃墙最边缘 让游客仿佛飘在半空中 来到日本绝对不能错过 东京色谷观景台 西部压sky 在45层楼高的户外空间 能360度俯瞰东京美景 白天夕阳夜景 一次看个够 成人票价每张约台币460 景色美道连天团阿拉西 都曾来着拍MV 也带动全球观光人潮 游客还能站在玻璃最边缘 俯瞰大地 瞧瞧这高度 真的让人脚底痒痒的 还能来到兵库的 六甲山花园入台 欣赏价值百万美金的 神户港夜景 万家灯火宛如繁星点点 真的超美 而这里野汉寒晚并列剧本三大夜景 也是知名的情侣约会圣地 来到北海道 这里有早起才看得到的梦幻景色 新野度假村的云海露台 只要入住就能近距离欣赏云朵流动和变化 云雾缭绕真的美不生收 来到长野白马村又是不同的美 高山展望台可瞭望北阿尔卑斯壮阔山脉 冬季景致宛如一幅画 一旁的鞦韆让体验者又一秒跳进山里的错觉 而纵观四季都有不同景致 也成为拍照打卡热点 最后在山里的 还有云霄飞车飞快而过 独特的享受引人游客回味无穷 记者综合报道